末法时代众生根基浅薄 借由念佛也能够帮助我们设心 根据佛经记载 现在正处于末法时代 而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横合纱 加之末法众生善根浅福报薄 业障重且退缘多 多位大师提倡净土法门 在末法时代被视为一门兼具摄取 和意志效益的全面修行方法 我们大家平常用功 有时候每一个人修的法门不同 相应的经典也不一样 我们并没有办法说 举染的告诉大家说 你一定要读什么经 你一定要怎么用功 但是师父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末法时代的众生 根基浅薄 善根比较不具足 所以你要参常开悟 或者要修圣圣禅定 其实客观的条件 并没有那么的恰当跟具足 所以我们常常平常要求自己设心 其实念弥陀圣号 或者修净土法门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末法时代大环境非常恶劣 罪恶很多 个人本身的善根与福德浅薄 如颂法师开示 在末法时代 学佛者可以念弥陀圣号色心 并修净土法门 达到究竟解脱 十方新闻 宣众黄慧如肖瑞峰屏东采访报导 感谢赞 订阅 시죠 咱们